记者中指凯台北报道,女星李美珍13年前因老公孙星偷吃破局,外界以为两人离婚,但她说其实这些年都是分居,日前她受访说两人目前现况,仍未彻底复合,17年前李美珍结婚,但婚后4年就爆出孙星败于中国女星洛丽娜,这让李美珍好伤心,一直到4年前二人才又复合, 说即使孙星目前与她状况是老样子,两人就是分居各国各,孙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,有空会飞回台湾见16岁儿子孙恒,连美珍说儿子到现在都很年她,即使今年已高二,依然是把她当情人一般,两人有次曾经一起去市场,儿子直接搂住她,模样心腻, 走过去之后看到的菜饭都议论纷纷,以为是她新男友,但她不以为一持续给老,我反而觉得她很大方 她上月刚带儿子赴泰玩水,但惨遭杀影吻变全身,害她玉腿及耳后都是水泡,全身肿养难难 连美珍上马来天后传,中天提供,孙星,又,曾出轨洛丽娜 翻射微博